詩下問曰,巧笑倩息,本目叛息,述隱為喧息,何謂也, 子曰,諱世後術,曰禮後呼,子曰,起語者商也,時可以言,時已無意。 《詩經》 巧笑倩息,人笑,則兩頰髒凍。 巧笑,笑貌美好,巧笑倩息,美目叛息,目之黑白分明,眼睛黑白分明好看。 《術》以為喧息,素是白色。 《美女》,有巧笑之欠,美目之盼。 《術》以為喧息,素是白色。 《術》以素粉之事,將一針面容之絢麗。 《宿》以如喧息,一針面容,指絢麗。 三句相連,不見一經三百,或是意識,只下拿這三句詩意而問於孔子。 古人的繪畫,先故無種彩色,再用粉白線條加以勾勒。 古人的繪畫,先不無彩,再用粉白線條加以勾勒。 古人的繪畫,先有無彩的顏色。 穿緊色。 粉底。 樹, 言人由此,欠盼之美直,而又加以華彩之事,如有宿地而加彩聖也。 恢氏厚素 恢復自己畫好 恢氏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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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氏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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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彩畫 人的線條 形像不見那麼分明 恢氏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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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勒,用白,我不是廢話史的專家,不敢說,不過顯然是有勾勒的意思,就是勾勒,把他線條更分明。 樹,樹,一定是粉白,樹一定是白色。 子曰:「曰禮,厚乎。子曰,起遺者商也。 子曰:「一個美麗的女子,她笑得很漂亮,眼睛轉動也很漂亮,要讓她顯得更美麗,我們鋪一點粉,使得她的整個的面容,看起來更為清麗。」 子曰:「繪畫作用的妝法,身體擁有的男性化,我們鋪著得更可愛,我們鋪著得更美麗。」 鋼紋 聽不從 李 喬笑倩兮,美目叛兮,如美女這個職,或是繪畫,本身有很豐富的色彩,形象,我們再加以勾勒。 禮的用途 西方那一套 傳統的東西 今天很多東西沒法那麼造作 社會、經濟、政治 有巨大的變化 在這個時候 更是要明白 禮是混起來 加以勾勢 或是說 加以勾勢 那 因此 我們一般方面 文士 因為人家也不文士 因為這個時候 也有這個時候 因此我們一定要 故這個職 不要故這個 後來的做文士 這一方面 這個事情 這樣子的話 我們很多事情 就不困惑 譬如說 婚傷、喜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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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子、罩子 各式各樣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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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ortunate 吵架 吵架 與此之 cred 吵架 此章 此章 你必有本之意,必有本。孔文論詩,必推名之於人詩。人詩本源在人生,故知文言必為於人生而求之。 文學之真定 此章 人氣 你必有本 實際 本 虎今 油然 古今 中西交際之時 民進黨 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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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門論詩,必推名之於人事。 詩,必推名之於人事。 文學本源在人生,不知文學者,必本於人生而求之,乃能發明文學之真運。 術以為禮。 喧息 白色的粉,顯得更為親立。 這樣的一個家人的面貌。 這樣的一個家人,特別用素粉。 古人的品味。 不識不識之粉, 但是這個品味非常地高放。 你們讀詩經,要懂詩經裡面所描繪的女子。 那真是窈窕淑女。 一種俗女的美好的樣貌。 一種俗女的美好的樣貌。 那這樣子講文學, 文學的本源在人生。 文學的本源在人生。 要有一個美好的, 一種人的形象。 人的本質。 人的本質。 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 一種所謂的美。 而不是說, 一個俗爛的。 或著說, 是俗立的。 我們要的美。 其實每一種事有標準。 遙嬌淑女的一種美 是甚麼樣的一種美 小校倩兮,以美目盼兮 其實個人很喜歡用這些話 其實他還蠻活潑的 他不是那麽死打 活潑活潑的 素以為絢繫 他也是絢麗的 南京話叫盼兮 南京話叫盼兮 盼兮 濾ère 南京話叫盼兮 op 黑白分明 啖 黑白分明 眼目えば瞧 黑白分明 人月心思reh 越乾淨,越輕,眼睛也就輕。 美目盼惜,眼睛有道理。 美目盼惜,表現出他人那種內在,笑得好看。 笑也表現出你一種精神瘋狂。 巧笑、倩息、美目盼惜。 不見得眼睛那麼好看。 眼睛水靈水靈的, 水靈水靈的, 水靈水靈的, 往往都是精、水之心。 他其實都是很靈光, 不見得靈光, 不見得靈光, 很靈的。 眼睛要好看, 要靈, 但是靈魂之空, 不靈, 怎麼好看? 會反映出你內在的一種靈氣。 你那意思嗎? 很多電影明星, 其實他們很聰明, 但是不見得那麼好看。 有品味了一探, 哎呀, 那個只是聰明, 但腦子很靈, 但是他的氣質不夠, 就是沒有, 或是真正的靈修的好看, 他的氣質不夠, 他打不到美目盼惜, 嘲笑倩息, 美目盼惜, 術以為喧息。 主外說, 這個男女 gentleman, 其心 inging 魏豐、 bred人編, Thus 術以為喧心,用素色再加以通了,既靈袖又出眾,既靈袖又炫耘。 惠事後術,人類是追求美,繪畫的追求美,不是不追求美。 文學本源在人生,故人學者,自文學者,必本於人生而求之。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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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五夫,公侯甘成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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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當以學而篇子貢言,如竊如錯,如著如魔。 真,還要求其更真,善求其更善。 聖人學賢人,賢人學聖人,聖人學天。 聖人學識見 ghost原因,聖天,和貴喜聖,聖憲天,而賢神聖。 聖人學生,那詩戶情問。 一個人,是段時候的基來表戰。 十有文之一舉,三十而離四十而不破,五十之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與舉慮。 人生好無趣,充滿了這樣好的感。 先求其本職,後求其進一步的加以問世。 使他能夠看起來更為好,但是一本,為先。 好,先講這,大家要問你,可以嗎? 我們現在,或現實,要怎樣修造在我們裡面? 怎樣修造? 怎樣去變成的樣子? 善息天賢,提神思希賢。 善息天賢,提神思希賢。 善息 自己的心得 老老實實的讀經 時時刻刻的 大將愚人以規矩,不再愚人以搶 一個大將 如何 一個桌子 才是能夠做的方方正正 怎麼樣是飄飄亮亮 標準在哪 規矩就是標準 經上 人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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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都不知道 好了,做我起這個項目 相吧 然後你就穩去做 做之後 你就發現 哎呀,我怎麼有這麼的毛病 這是真實的經驗 你越修就知道說 真不容易 聖息天,弦犀聖,思犀行 聖息天,賢獻聖,思犀行 聖息天,賢獻聖,思犀行 聖息天,賢獻聖 世下天 聖時候 葛師 奴隆 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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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畢業 通俗 在經典裡的生活上的一件, 也就感覺好像是一種影響, 或者是生活中可以實際的感覺。 其實,到處都有好人, 到處都有, 其實很真誠地在做這樣和那樣事情。 大家也都喜歡這些好的, 跟真誠地從事這樣和那樣事情的人, 到處都有。 你像說, 真心愛父母愛家人的, 這儒家第一個講過這個事情, 所謂父慈子孝的, 很多啊,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弟公, 弟弟妹妹, 坦白說, 好好照顧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 種子孝, 兄弟姐妹, 母親, 德, 兄弟姐妹, 所謂左。 兄弟姐姐,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人的本心,不是那麼難。 你懂得意識嗎? 人其實並不喜歡自己那種自私自利的狀態,也不喜歡別人自私自利的狀態。 我們不說要求每個人的無私無我,這個也誠意太高。 你總要吃飯睡覺,總要照顧一些你自己的基本的生活,基本的需求。 但是你擴大了不行,貪多物的,這個那個的。 正正當當的人的飲食男女的需求,很膽當當的。 性極理也,我們的本性所喜歡的就是道理。 道理也,人喜歡這樣。 人不喜歡那樣。 是不是? 那 有些事情,比如說我們講一件事情, 這個,我不是在選前替哪個方面講話。 那,我們講具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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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宇宙,一直講具體。 所以我本身就比起來很多世界。 把金漢堡學。 我不來這裡 concern. 不再這裡面這一期。 立不忘最受, 嗯 sokappeary 是非,自有功報,自在人心。 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是怎樣的, 我十幾歲時的產業上, 人家產業上, 你對人生充滿了困惑。 人生很困惑, 也不知道人要怎麼活才好。 你那樣想業,我自己, 我經中外,各式各樣的事情, 充滿了困惑,矛盾, 我什麼也不信, 我什麼也不信, 我十幾歲時是這個樣子, 後來就發個心說, 據說有的一些人, 人生走出道裡來, 尤其在我們東方的傳統裡, 有一些人, 在這個混亂而複雜的, 人生走出道裡來, 我就姑且試試看, 我就照他講的, 我讀了經, 照他講的去做, 今天做這一條, 明天做那一條, 大有收穫。 久了久了, 我就慢慢就比較相信了, 還不是沒有你疑問呢, 還是會有很多的疑問, 但是做得越久, 學得越久, 想得越深, 越久了, 他今天有個道理, 覺得這個東西能夠傳奇, 今天有他的道理。 我個人經驗是這個樣子, 那也在現代社會裡打滾了幾十年, 接觸各式各樣子的現代的事情, 覺得也沒問題。 你一樣這個道理都能夠通的, 因為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所以你問我說, 怎麼能夠做得到呢? 我是覺得說, 信仰往往會調動你人性裡面, 最高貴的面貌, 就說, 以效法上帝, 效法上天為標準, 是會調動你人性裡面, 最高貴的面貌。 但講的道理, 其實都不是相通的道理。 人能夠這麼高嗎? 可! 而且人喜, 一步步往那一走, 一步步往上爬。 越這樣, 你越開心, 負擔越輕, 越使人越少、 乎人飲水, 越是無人之軌, 乎人反而獨自酒。 而你能興階之軌道, 如人飲水, 越能感到一個所之一。 又越成功, 如人飲水, 仍然自知, 人之大患,以為有生。若無生,又有何患,都是起於我們這個身體的私欲。 事欲越少,天心地靡靡,越自由越開心,心地越光靡。 但是碰到的那些人是完全跟您完全不同的那種類型,那種打擊、那種挫折。 有什麼打擊、挫折嗎? 比如說你覺得說沒有防人之心,他對你可防的,他認為你真的有那麼單純嗎? 就處處,他覺得你好欺負,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心裡太明馬,慕得光明馬,什麼事情你覺得我不真,我不求,但他要。 那這樣子的事情下來的話,對於這種,我們還是怎麼應對呀? 這就是碰到挫折。 我現在看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自己好,不真、不求、不防。 那就是要防啊,要防人之心嗎? 不需要什麼防人之心,我一輩子沒什麼防人之心。 我一輩子沒什麼防人之心,也從來沒什麼防人之心。 也從來沒看過什麼真正被人家欺負,或者被人家這麼樣的事情。 真的如果是壞人來到,你也知道嘛。 但我不會先設個防人之心。 那你不真嘛。 你不求嘛。 上去的就是別人。 有這種問題耶。 這個事情是不是? 喔。 老師的領域不一樣。 老師領域不一樣。 他平本事就被喪死了。 所以老師看,你不會遇到這種問題。 你不會遇到這種問題,這怎麼會啊? 你其實誰要這樣會。 豫 Plaza , 行為以 Gonnaarius 錢人的單位族,人精作什。 surrounded by пл Musical becomes such. 你也許什ley包括我疑取所。 你以敬心盡力做事,但果然是德爾是尋常住的問題, 我們ョующ然有 spoiler rec Oui 我們是名望的問題。 您敬身益 compta 人們只是名望的問題。 您可以看自己的本事啊? 你不見得就有啊 你不見得就有啊 此生有命,富貴在天 你不見得就有啊 那好啦,念歷史 當高中當老師也挺好啊 結果後來,因為總統的因素啊 家人的真意處啊 也就出了國了 就拿了國師啊 但是,連半留國外 我不想留國外啊 教外國人幹嘛? 教本國人啊,貢獻所學啊 就回來了 就身體一堆 我趴下申請的屎所 人家一聽到傻書 是哪有像你這樣申請的 那你不先打聽打聽 哪邊有什麼關係 哪邊有名額 哪邊有什麼國外 我就想要回去了 我就趴著這個屎所 所以這幫人 沒有一樣事情 是我去算過或替算 我來 那 從某個意義上 其實 從某個意義上 不客氣地講 以我的 在一個特別好的學校畢業 那個背景 我如果照大家所期待的那個方法做 我今天在某一方法會飛黃騰达 今天要的是某一種 所謂考驅的道路 或者按照某一種標準的方法做 我沒這樣得做 我就只知道我覺得 我覺得我相信清楚 所以一點也都可以黃騰达 我會高高興興地做 我會不唱高調 我每天都很開心 我每天都很開心 我每天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我會不唱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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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軍 阿尤雄 富貴如可求 所以直編之事 無以為之 如不可求 富貴 如果真的可以求 我會不唱高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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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軍 軌手 如不可求從無所好 富貴子 從無所抱 老師我講個實例 我們在我們公務器官裡面 高考級格是可以六等 六等是那個劍任以上 他就是趴就這樣可以升到九等啊什麼 但是你若是高考級格給你佔五等缺的話 你就卡住在五等 你就沒有辦法再升到六啊什麼東西上去 所以我們辦公室以前有一個男生 他說他跟別的機關同樣都是高考級格 他被人家派到五等的職位 然後另外那個人是會派到 我們下級機關的六等職位 就是同年都高考級格 但是派的機關不一樣 所以兩個剛開始站的缺就不一樣 這個男生就吃虧了他是五等 那個男生就是六等 結果我們機關裡面長官 等到有六等出缺來的時候都不記得他 一直用自己的人空降空降空降 就把那個六等缺給站住 他就呆在那個五等的缺 高考級格五等缺五年沒有動 人家再怎麼樣也可兩三年就給人家調了 他沒有 他就五年不給他調 就在卡死在那兒 他也不講話 他就是那種老老實實 規規矩矩一個清清秀秀的男生 就這樣子給念壓了五年 那個男生六等已經到了專員了八等 他還在科研 不求 不會 不求 那就 他會待幾年不少 結果我就看不下去 我就當面就是在一個 我是那個委員嘛 那個真神委員 我就當面在跟我們長官 為了這事情跟我們長官 長官就說他其實他不知道 他是被底下的蒙了 那底下不曉得有這個人這樣子 結果求了以後他第二年調了 然後他現在已經是科長了 所以你說不求嗎 因為他碰到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你馬不公平因為不求混和一談 如果碰到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我要求啊 那個也不叫求 那不叫求嗎 那不叫求嗎 你譬如說 不求的意思,或是說,我碰到什麼事情都不講話,有眼不動,任憑外面的事情擺佈,也不是這個意思。 不求的意思是說,我不存一個心,一定求說,我一定要升到六等,一定要八等十等,這叫不求。 那如果我在一個地方嘗到不公平的待遇,為什麼不能講呢?這不叫求嗎? 那個是性格上的另外一種。 那到底是問題呢?還是什麼因素呢? 我們定義,我們不好,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個不叫求耶! 該講就講啊! 該講就講啊! 你並沒有求嘛! 我求什麼? 我講了之後,你不給我就算了。 我並不說,我一定要怎麼樣。 但是,咦? 奇怪,你譬如說, 排班,對不對? 本來每一個人都應該輪班,一個月都輪個兩班。 譬如說,要職業班,假設吧。 那你給我排個五個班,對不對? 不公平啊! 為什麼不能講呢? 我印象說,要求什麼媽媽。 因為真就講啊! 那個人都應該輪個龍。 這個不是說,求富貴。 這叫求公平,懂嗎? 求公平 換雙手、換職位 距離 該理 道理該怎麽樣 君子人 一乎天理 天理該怎麽樣 就該怎麽樣 天然的道理 一個人長期這樣被欺負 或幹什麼的 大家都覺得不合乎天理 不合乎道理 為什麽樣 我求個道理 我求個道理 我可不是求復 對呀 你一定 一定要發揮很多人 這不是很開心嗎 其實我這邊的自己的經驗是說 即便說我 如果自己做得好的話 即便你不去求 別人看在眼裡 還會幫你去爭取 這是什麼不好的長官 要幫到那種不好的長官 這也不必 因為你就算不好的長官 就是你的表現 別的人都會看在你心裡 那你就算說 在這個長官不好 好 這個我換個地方 換個位置 或者說這個長官掉走以後 那別人也是會看好你的表現 你可能獲得而定 說 你身上去更好的東西 也不一定 但也不需要說 特別為了這個事情去 特別去爭取什麼 這也是一種態度 就主要 先想說 出去之後是因為 兩種態度 一種是比較剛的 我的性格是很剛的 不公平的事情 不義的事情 我是 我是 不會說放在那裡 就讓他這樣 這是什麼態度 另外一種 柔 性格上 比較柔 柔 柔 就是說 他不習慣這樣 碰到不公平的事情 他就一定要 要去說 我要真個公平 真個合理 我就默默地做 這也可以 這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我在這樣態度上 我心裡也要能夠安 你不要說我這樣 然後對我很不安 你不要說我這樣 你不要說我這樣 你又這個 免憤奮 那也好 不是不行 不是不行 那其實這樣很可愛 等等 分分分分 老老實實 坐坐存在 老人家這樣 旁邊看不下去 我是一定看不下去 求人得人 《溫柔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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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那個原法 一重又一重 剛如也有相繼 是要能夠平安的、要喜悅的。